看到这是新竹县竹北东新寸 县府结合了元宵节天川日举办的灯会 小朋友是抢着和大型的巧虎花灯来拍照 而这皮皮湿的花灯也是大受欢迎 今年更是首度结合了科技 推出大型的水暗光雕 把女花补天的故事投影在了水面上 相当的吸睛 小朋友最爱的巧虎花灯来咯 张开双手欢迎 还有高举灯笼 要大家一起来竹北东新寸 县府结合元宵节天川日举办的 虎虎深竹风灯会 敬赏五彩缤纷绚丽耀眼的大型花灯 我们新竹县政府庆祝元宵节的活动 在我们东新郡水郡公园举行我们的灯展 我们总共有九个社区的大灯在那边展 同时也有五十一个各地的社区的民众 来参与评比的五十一支大灯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赏灯 同时也参与我们的评比比赛 三大灯区有竞赛花灯区 由新浦镇社区打造的九座花灯外 还有社区发挥创意五十一个古年花灯 而同区区的草虎皮皮式花灯 更让小朋友抢着拍照打卡 现场原子邦尼 好乐团等轮番开唱 吸引了不少人在水岸旁草地 席地而作挺音乐 今年更首度结合科技推出大型水岸光雕 将天川日起源女娲补天的故事 看吉祥物皮皮师投影在水面上 相当稀奇又稀金 2月19号还有新浦花灯采接盛大影天川 2月19号是我们新浦天川日的大日子 我们新浦镇除了有移动的花灯 然后早上有千人进走的活动 但只限于新浦县县民来参加 晚上我们从六点多开始一直走到九点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到我们新浦来 赏花灯还能投票人气花灯 有机会抽中游乐园和生态农场门票 东新村夜晚摇身变成灿烂花灯乐园 民众沉浸在观庆氛围 看水岸光雕听音乐 今年元宵灯会过得特别浪漫